這個範第2比較簡單 先給同學一點信心 範第2這個是105年學測的一個題目 他考圓追曲線 他說從橢圓γ的兩焦點 分別做垂直於長熟的直線 跟這個橢圓焦於四個點 以之呢把這四個點把它領起來 你會得到一個邊長為二的正方形 那麼請問這個橢圓的長軸的長度是多少對不對 這個題目其實很簡單啊 他沒有講這個橢圓是左右形來上下期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不妨自己假設一下 我們來畫一個橢圓吧 大家一起來啊快點快點 好久沒有畫橢圓了齁 我跟你講現在拋頭雙都不會考很難 他都考定義而已 原則上都不會考特別難 因為拋頭雙你也知道了 真的考很難大家都不會寫 來我們一起來畫圖杯 快點快點 考試你們就準備那個 那個尺了齁 這樣可以畫出比較標準的橢圓 來我畫一個橢圓給你看 我們畫一個左右形的吧 怎樣 左右形的橢圓齁 畫的不是停 來大家都知道齁 同學 左圓有兩個焦點對不對 一左一右 左邊這個焦點我不妨令他叫做F1 沒有關係啦 這個名字我們自己舉 這個叫F1 然後右邊這個焦點我們令他叫做誰 叫做F2 那這個題目他到底在講什麼呢 這個題目他是說 從這個橢圓的兩個焦點 分別做垂直長軸的直線 所以你知道橢圓有長軸有短軸對不對 所以他說做兩條垂直於長軸的直線 然後要通過兩個焦點 好吧來那我們就做囉 來跟長軸垂直的直線 要垂直齁 OK 來我們一起畫圖啊 看一下105的學測齁 這五分好不好拿齁 來快點 畫出來 你的圖畫出來應該是類似這樣子吧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跟你說他會交於幾個點 交於四個點齁 對吧 一二三四 然後把這四個點連起來 來會得到一個邊長為二的正方形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四個點連起來吧 來把這四個點連起來齁 連起來 我畫的真是不準啊 我的圖畫的真是不準 因為他說連起來必須是個正方形 沒關係 這也太不像正方形了 沒關係沒關係來來來來來 這個反正你就把它當成正方形就對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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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邊長為二 所以這個長度是二 OK 這長度是二 那這個長度也是多少 也是二 先把圖畫出來啦 他大概就這個意思 然後他這個題目要問你說長軸的長度吧 哎呀那這個題目很簡單啊 同學我問你橢圓的長軸場是什麼 你把第一搞清楚喔 這個題目就很簡單喔 橢圓的長軸場 來這個我問梁家俊啊 同學 橢圓的長軸場 這一段啊 這一段是什麼 橢圓的最基本的結構啊 2A 2A啊 這個就是2A啊 對不對 所以他在問你2A是多少啊 然後手學 橢圓喔 拋口衝都一樣 你根據定義 請問你 橢圓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2A就是誰 這個2A就是PF1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PF2啊 不是嗎 橢圓上的點 到兩焦點的距離和是個定值嗎 PF1加PF2 是問位等個2A 這個就是橢圓的定義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一開始就是給你兩個焦點嘛 然後有一個繩子有沒有 鬆鬆的繩子 然後把它拉開 繞一圈就變成一個橢圓嘛 這橢圓的一開始的定義 然後後來可以推出橢圓的方程式 簡單來講 這個P點喔 它本身在這個橢圓上 橢圓上的任何一個點都會滿足 PF1加PF2等個2A嘛 所以這個時候同學 那你就找一個很特殊的P點啊 請問你你P點會找在這裡嗎 PF1加PF2等個2A 沒有錯 可是請問你 你這個加這個你會算嗎 我當然不會算 聰明的小朋友都知道P點要取在哪裡 如果是我 我考試我P點就給你取在這裡 你看到沒有 P點就取在這裡 我對不對 反正你P點在橢圓上的什麼地方 結論都一樣 所以聰明的人當然是P點取在這裡啊 所以你看 你把這個連起來 這個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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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覺得這一題你快要得分了 請問你這個PF2是多少 誒 同學這個長度是2喔 橢圓這個上下左右都是對稱的 來請問你這個PF2這個長度多少 這長度是1啊 這個長度是1 這樣可不可以 來然後同學問你 這個PF1這個長度是多少 誒這個是1喔 這個是2 這是個直角三角形啊 所以請問你這個斜兵叫做誰 這個斜兵叫做更號5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PF1加PF2是多少 就更號5加1啊 這一題就得分啊 答案就是更號5加1 105年學測 這一題如果你沒有拿到分數 我跟你講那就太可惜了 因為這一題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不了 懂不懂 105年學測的考題就這樣 結束了 好 這班上同學問的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考古題要做喔 好那簡單的題目結束之後 我們要來面對比較難的題目喔 四幾年的學測喔 有一年考的特別難喔 你知道是哪一年嗎 就是那個106年喔 那個106年喔 那個考的題目喔 真的是比較機車一點 來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第一題 那個第一題喔 就是106年學測的考題 好 這一題 我猜應該很多人不會做 這一題是他多選的最後一題 來這個題目 多選的最後一題 同學你知道哪個題目 他通常都擺在後面喔 這個題目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題目給他三個贊號 來106年學測 106年學測 106年學測 欸你們有聽過一個傳說嗎 你知道聽過什麼傳說嗎 就是學測是一年難 然後一年怎麼樣 很簡單 同學你知道106年蠻難的喔 然後107年就去年 很簡單嘛 去年很簡單 所以我們自己在變難 對 有人是這麼說的 有人說學測是一年難 一年簡單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個也只是謠傳而已 就是好像也還好 我們拭目以待嘛 反正在三個禮拜嘛 對不對 在三個禮拜我們就可以看到考題 OK 來我們看一下喔 106年這個題目 他在考什麼 他說空間中有一個四面體 ABC株 突然你把四面體畫起來 你知道什麼是四面體嗎 四面體他有四個面 他的每一個面都是一個三角形 我們平常在畫四面體會怎麼畫 我們一般學生喔 常常在畫四面體是這樣畫 來你先畫一個常見的四面體在旁邊 我們一般來講畫四面體是這樣畫 他有四個面 然後每一個面都是一個三角形 如果是正四面體的話 那他每個面都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你知道嗎 來 那這裡這個是虛線 因為它被遮住了 我們一般來講在畫四面體是這樣畫 這樣可不可以 這是我們一般常常在畫四面體的長相 可是這個題目喔 哈囉 這個題目他跟你說喔 這個四面體喔 他比較特別 好 你不能亂畫喔 他說喔 這個四面體ABC株 這個A株向量 分別跟AB向量還有AC向量垂直 好吧 那你最大的第一個考慮就出來了 請你畫出一個滿足題目要求的四面體 我給你一分鐘 你畫給我看 一般來講如果沒有特別限制 我們四面體就隨便畫 就畫這樣這樣 ABC株就這樣畫 可是今天這個題目 他有特別強調說 他的AB線段 不是AB A株線段會跟那個AB線段 還有AC線段會垂直 他用向量來寫 所以同學你要畫出一個 滿足他要求的四面體 我現在給你一分鐘 你畫畫看好不好 來 你嘗試一下畫圖 因為你這個題目一定要先透過圖形 然後才能進一步去思考 你們會怎麼畫 他說A株要怎樣 跟AB還有AC垂直 所以你們會怎麼畫 這個立體的圖形 如果是我會這樣畫 這樣子 這AB 然後這個垂直 然後你猜 我的那個AC我會怎麼畫 就立體的嘛 就要四面體是不是 所以AC就這樣畫 就這樣 AC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說我畫這個圖 我大概會這樣畫 來 這個也是垂直 這樣懂得到嗎? 所以這樣畫出來 這是一個四面體喔 來 你把這個四面體畫出來 這樣你沒有feel啊 這樣可不可以 就畫出來大概是這樣子 我看到的大概是這樣畫 一個四面體 然後這個題目喔 然後他就開始問喔 他就從第一個選項開始 來 第一個選項 這個題目比較難喔 我慢慢講 第一個選項他問你說 請問豬B向量 豬B向量 去內積 內積什麼向量 豬C向量 會不會等於 來 會不會等於 豬A線段長度的平方 然後再減掉什麼 減掉AB 然後去怎麼樣 DOTAC OK 然後第一個選項 多選題 同學我已經跟你們講過N百遍了 多選題就是 你也不用每個選項都去做啊 你就挑你會做的選項嘛 對不對 啊用你的直覺去猜猜看 你覺得這個對不對 這種感覺 來 同學第一個選項 來 你告訴我 第一個選項你會怎麼做 像這種圖形的問題啊 我跟你講大概就兩招 第一招就是看這個圖形能不能怎麼樣 能不能做標畫 來 請問你這個圖形坐標畫你覺得恰當嗎 問王少主你覺得好不好 不好 圖形坐標畫不好 那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通常我們就會用另外一招啊 來這個東西 我們就怎麼樣 做向量的分解嘛 對不對 如果不容易坐標畫 我們就做向量的分解 這個珠B向量我就把它拆開啊 我就把它拆開變成什麼向量 珠A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再加上AB向量 這樣可不可以 向量可以分解唷 這樣有沒有問題 珠B我就把它寫成珠A加AB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會知道這樣寫 因為它等號右邊這裡有A 你有看到嗎 它等號右邊這裡有出現A這個點 所以我就把它拆開 把珠B寫成珠A加AB 然後再DOT珠C 同學這個珠C向量 我也把它做分解 把它分解成珠什麼 珠A向量 再加上什麼向量 再加上AC向量 這樣子同學 電話問題 這樣可不可以 來就不可以嗎 可以嗎 知道要做什麼嗎 然後現在喔同學我就把它打開喔 我現在要勇敢的把它打開 來這個打開喔 算了 我慢慢寫喔 來 你們幫我不要跳步 來我現在要慢慢寫喔 來 珠A向量DOT珠A向量 欸 自己跟自己做內機會得到什麼東西 自己本身長度的平方 所以會得到珠A向量 長度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珠A向量DOT EC向量 我把它全部寫出來 反正就成開嘛 珠A向量 去DOT AC向量 DOT AC向量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加上 來這個是AV向量DOT珠A向量 AV向量 DOT珠A向量 OK 然後最後這裡打開會得到AV向量 DOT AC向量 DOT AC向量 C向量 這樣可以嗎 同學 我會真的把它打開而已 我只是把它撐開 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那撐開之後我們仔細來看一下喔 來請問同學 珠A向量DOT EC向量會得到什麼 珠A向量跟EC向量請問是什麼關係 如果你圖有畫出來 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珠A向量跟AC向量是什麼關係 是垂直 兩個向量垂直內積會擋多少 0啊 這一個傢伙是0 這樣你聽懂嗎 來 你把它畫掉 這個傢伙是0 他是0 Do you know 他是0 因為這兩個向量是垂直的 然後再來 AB 向量 dot 珠A 向量 同學我問你 珠A向量 dot AB 向量 這兩個向量也是什麼關係 也是垂直啊 所以它面積也是多少 它面積也是0啊 同學是不是這樣子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就把它打開而已 這個題目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打開之後稍微整理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你就會得到珠A向量 長度的平方 對吧 然後再怎麼樣 再加上 AB 向量 dot AC 向量 Dot 來 AC 向量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嗎 做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然後接下來同學你就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請問你這個群像你選還是不選 他現在跟你說 誒 豬A 豬V 豆的豬 豬A 豬V 豆的豬 豬A 豬V 豆的豬